各位师兄大德 我是小赖 欢迎来到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 地藏经是为人处事的教科书 静业三幅第一幅就是讲座人 这就是大乘佛法的基础 也是净土法门的基础 地藏经首先提出来的就是静业三幅 特别是第一孝养父母 奉识师长 慈心不杀 修识善业 非常具体 让我们懂得 教导我们不离日常生活来修学佛法 实际上就是如何做人 如何处事 如何居家 乃至于出生 死亡 疾病等等日常生活当中应当怎样做 就是地藏经告诉我们的 能够依地藏经修行 你就能止恶行善 消灾免难 地藏经是具体讲因果规律的经典 因果是佛法的核心 不懂因果就不懂得佛法 不信因果就得不到佛法的真实受用 虚云大师说得很明白 因果二字把佛所说的法概括无余了 我们今天作为佛弟子 必须明因实果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虚云大师提出学到的先决条件 第一个就是深信因果 第二个就是延迟戒律 因为你不信因果就守不住戒律 所以这一点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关系都非常密切 地藏经对因果谈得很具体 这个事绝对真实不虚 没有信心的人把这部经看成神话 那就错了 那就得不到真实受用 从以上四点说明了地藏经 是佛门的一部孝经 是佛说的遗嘱 是做人处事的教科书 是学习因果的重要经典 所以我们从这四个方面就可以说明 这部经典应是佛弟子必修的经典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南无地藏王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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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地藏王菩萨